各位都知道在上上個禮拜 我們台灣的駭客團隊 Hecon CTF跟BFS 前往拉斯維加斯 打2019 DEFCON 獲得第二名 掌聲鼓勵一下 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我們這個團隊 Hecon CTF的團隊 帶來這六年來 我們去打DEFCON的心得 心路歷程 那我覺得一路走來 我覺得台灣很難得有一個 凝聚力量的一個團體 一個社群 那其實Hecon在這方面表現真的很好 同時也感謝這一次很多的贊助商 和國內的很多教授跟前輩的 幕後默默的支持 我必須講 就是說其實我們在2014年在打 這個DEFCON的時候 我們從來也沒想過要打第二名 然後但是進去之後呢 我們發現我們就看到很多國際上很多場合 各國都在專心致力培養這麼高端的資安人才 這件事情很嚴重 所以我們回國就把這個information帶給很多人 但是呢 然後呢 這些人其實他們也很重視這件事情 那我們也很明確地告訴他說 這個比賽 這個競賽 他強度很高 那我們在打這個比賽的時候 基本上也就是我們也不可能打很久 因為這是年輕人的活動 那我們其實有在講傳承的事情 其實我們打到現在 這些老人其實也都快打不動了 但是很慶幸的在去年 去年台灣終於有一隊能打進這個 DEFCON就是第二隊 第二隊 那今年更厲害 我們合體了 而且我們今年用很高的分差 就是在領先族群 我們的目標只有一個 就是奪冠 但是呢 就是接下來的議程就會跟各位分享 我們奪冠 今年奪冠的一個 就是過程中經歷了哪些事情 那雖然我們這一次沒有挑戰成功 但是我相信未來我們還是會有機會 因為我們有一群更棒的年紀人 讓我們掌聲 歡迎他們上場 音樂下 好 掌聲鼓勵一下 好 各位慧眾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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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相信大家如果有follow我們HECON粉絲團 都知道就是我們每一年的暑假期間呢 都會去參加DEFCON的決賽 那我們就是一路參加以來就參加了六年 那我們希望呢可以藉由這次的議程呢 來與大家來分享 就是我們這幾年在DEFCON CTF 參賽的旅程啊 然後競賽內容啊 還有一些有趣的故事 好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Turkey 那他是LYC 然後他是David 好 那我們這次的議程就是分為三位講師 那由我來分享這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 那LYC呢跟David會介紹賽斯啊 還有一些有趣的題目 好 那就讓我們來開始吧 好 那DEFCON呢他是全球最大的駭客會議 那現場呢就是跟Community一樣有大大小小的競賽 那其中呢 DEFCON呢 CTF呢是最受矚目的 那各國呢都希望就是可以在這個比賽中獲得最好的成績 那如何進入DEFCON CTF的決賽呢 首先你可以是去年的冠軍你就有這個參加決賽 或者是你可以參加DEFCON CTF的初賽 那今年呢他是選出前10強的初賽 然後晉級決賽 或者是呢你參加由DEFCON所認可的五個種子賽事的冠軍 你可以不用打初賽直接晉級 所以呢今年的決賽隊伍呢總共有16個隊伍 好 那就是台灣呢就是在2010年2011年的時候呢就很想要打進DEFCON CTF的決賽 那我們花了大概三年的時間 終於終於在2014年的時候 我們集結了台灣駭客高手 並且呢在2014年的DEFCON CTF的初賽中 我們在最後一個小時 結出了四分題 然後成功 終於終於成功贏得了最後一張DEFCON CTF決賽的門票 好 那就是我們就是耐課的時候我們真的就覺得我們終於做到了 我們終於可以去參加DEFCON CTF決賽了 那我們終於進入了到了全世界紙最精密的拉斯維加斯 好 那這一打呢我們就連續打了六年 就越打越有心得了 就六年都進了決賽 好 那一個戰隊的背後呢 後勤團隊呢是最不可或缺的是最重要的 像我們應該算是類似國家代表隊吧 對 所以呢國家代表隊通常應該都會要有廚師團 然後旅行醫師或者是司機 但是呢我們有 我們有Power Allen and Power Turkey 那我們兩個來包辦所有戰隊的大大小小的事物 那這一去呢我們就去了六年嘛 所以呢我覺得我們對拉斯維加斯的熟悉度是非常的高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開一家拉斯維加斯的地陪團了 好 那我們在競賽的角色就是照顧選手的所有事物 那這六年以來就是除了戰隊的戰力在不斷的進步之外 我們的就是Alan跟Turkey的那個Label也不斷的提升 經驗越來越多了 像是這是我們到美國的房間 就是非常美國的飯店非常的大 然後就是床也很大就非常漂亮 但是呢在大戰過後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猜一看這張圖 就是裡面有幾個人啊 就是有一個人躺在那個床上就有兩個嘛 然後還掛在那個床邊的 然後地板還有一個 然後沙發那邊還有 然後角落還有一個 對 好 然後就是每一次那個清潔人員一進到我們的房間 他都會深吸一口氣 然後就 哇 看到這個髒亂的房間 然後他在整理我們的房間的時候要非常小心 怕踩到就是我們地上的一些垃圾啊 線材啊 然後還有倒在地上的人類 好 那這幾年過後 我們超會整理房間了 好 那在餐飲上呢 我們就是盡量滿足戰隊的需求 那我們知道 拉斯維加斯他是一個沙漠 那他在美食也是一個沙漠 根本就找不到美食啊 就是無限的披薩 起司 可樂 漢堡 就一直輪迴 所以有一個戰隊就去年就舉手了 如果我現在可以喝到八寶粥或牛奶花生 就好了 所以呢 就是我跟Alan就是花了很多時間 萬里遠征 然後花了很大一番力氣 終於終於在沙漠中找到了八寶粥和牛奶花生 就是 就是真的很感動 就在異地 然後找到熟悉的食物 那眼淚真的快要掉下來了 好 那更厲害的是 我們進步了 我們今年呢 帶了 家常版的大銅電鍋 就是 這個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一個台灣之光的萬能電鍋 你想要吃什麼丟進去 就可以煮好了 而且這個電鍋是家常版 上面有放了蒸籠 所以你要蒸什麼東西 就是有好幾層 然後就一次就可以Double的 這樣全部就蒸好了 所以呢 早上呢 就是有各種口味的包子啊 的全息大餐 那裡面呢 就是包裡面就可以夾一些 比如說鮪魚罐頭啊 然後 水煮肉啊 然後想要配個水煮蛋都可以了 都變得出來 或者是想要喝個人生雞都可以 對 所以呢 我們就是 讓戰隊就是在 早餐的時候可以吃到熱騰騰的食物 而不是在吃麵包 漢堡類的 然後就可以讓他們 營養滿分的 迎接一整天的戰力 好 那看照片可以看到他們吃得非常的開心 好 那DevCon呢 它在售票系統 售票方式上呢 跟以往的 跟其他會議很不一樣 它呢 並不使用線上報名系統 那它是怎麼買票的呢 它是採用人工排隊 所以呢 我們每一年呢 都要在售票那一天的凌晨四點起床去排隊 那有人就想說 那排隊的時候 就可以邊排邊睡覺啊 不不不 不知道哪來的大大小小的球 它會就是會在你的頭上飛來飛去 就有人在會場那邊踢球 所以你要小心就是被球打到 好 那終於終於就是 排隊四點排隊 然後終於排到七點的時候開麥 好 那它的購票方式就是一手交錢 一手交票 它完全不會留你任何的個人資訊 那我們知道 英文版的數數是非常複雜的 比如說7 8 9 10 11 12 然後它數到後面 那個人會忘記它數到哪裡了 所以它就要再重數一次 所以呢 它今年分了三個售票回來幫我們數鈔票 好 那終於就花了很長一段時間 終於買到了 這個 Bage gate 對 然後就是 每一年那個領隊啊 大愛人就會這樣抱著一大箱 然後那個 其實那個 Bage都是 譬如說電路版 所以它是非常的重 對 都是很大一塊 然後就電路版 好 那有人想說 為什麼要這麼早去排隊買票 那我 應該都可以進去吧 你就慢慢來 然後去買票就可以啦 不不不 如果你想要電路版的話 你要提早買票 不然的話 你只會拿到 一張紙 然後寫著你是human 你可以進入 就這樣而已 你完全沒有電路版 但你的售票 你的價格 會跟其他人一模一樣 好 那我們就是 我跟Alan 就是在這幾年的角色呢 就是可以讓選手 在競賽旅程中呢 可以一切順利 好 那這是我們六年來的 戰隊的戰績 2 4 4 2 3 2 就是我們今天的世界第二名 我們真的真的真的 很想期許 有一天我們可以 拿到那個1 我們就是缺那個1 就是 希望我們可以 就是 我可以親眼見證 然後在台上 然後主辦黨員念著 Champion He comes to the team 對 就是我們就一直在努力著 對 然後 就是在這邊 就感謝一下贊助商 還有一些台灣的朋友的支持 然後可以讓我們就整個旅程 可以 有足夠的旅費 然後可以讓整團飛到美國去參加決賽 那我們希望就是可以藉由比賽呢 可以讓更多人看到台灣 那就是我們也很希望可以號召更多的年輕人呢 可以一起加入我們為國征戰 或者是站上世界的舞台 所以呢我們會議的最後面呢 我們會介紹就是如何加入HECOM CTF的戰隊 那我們會介紹一些方式 那如果你對加入戰隊有興趣的 歡迎就是聽到最後 然後一起來加入我們 好 那接下來呢我的後勤今天就 因為時間的關係就分享到這邊 那接下來由RYC呢 來跟大家分享DEF CON的賽制 那 感謝大家 謝謝 好那接下來我就是要講一下 DEF CON CTF 我們到底在打一些什麼東西 然後 第一個 它有兩種提醒 第一種提醒就是 Attack Defense 那它跟一般的GioParty的解題式的CTF不太一樣 主辦方會設計題目 但是 它會把設計好的題目跑在Server上 然後 給每一隊一台 一開始是一樣的Server 然後會有一組IPPort 代表我們的 我們自己這一台 然後 我們在JT上 我們就要去打 其他隊的JT 然後要保護好我們自己的服務 那 攻擊一樣是Capture the Flag 就是要從Server上找出Flag.txt 或是 一個叫Flag的檔案 然後把它內容撈出來 然後上傳到主辦方的Server上 那 攻擊的方式 就 如果能拿Share就是最好 那 或者是 可能是任意讀檔 然後我們就會讀Flag的內容 這樣 那 防禦的部分 就是我們 如果有個洞 就要 把它在我們自己的Service上 把它補起來 讓別人不能打 所以我們找到一個洞的時候 就 有人要開始寫Exploy 然後也要有人開始Patch 然後上傳到我們的服務上 那 一個簡單的Patch的例子就是 比如說有個洞是Stack Overflow 那我們可能就直接加大Stack的Size 然後就可以讓這個洞被補起來這樣 那 這是有一些限制 就是主辦方會看 我們不能改太多Byte 或者是 他會檢查 他的功能是不是正常的 就是原本的服務的功能是不是正常 不然如果我們把所有Input都拔掉 那 這樣就一定不會被打下來 但這樣就會 不合理 這個Patch就沒有意義了這樣 然後 Attack Defense主要的類型 就 只有 Binary跟Web 然後大部分都是Binary 然後會 偶爾會有一兩題 Web這樣 然後另外一種Size是 King of the Hill 他 題目是主辦方設計 然後 他就是考我們一個問題 然後會用每一對的答案的品質來計分 結果最常見的就是 找一個Binary相關的技能 然後考我們 我覺得大部分都跟Showcode有關 然後 這是一個例子 就是可能就是 要寫Showcode 印出某個檔案的內容 然後比誰寫Showcode短這樣 好 然後再來介紹一下 DevCon CTF我們比賽的流程 一場比賽就總共有三天 然後前兩天是打八到十個小時 就可能是早上十點到 晚上六點左右之類的 然後但這只是Service可以打的時間 所以 比如前兩天就是晚上結束 比賽已經關掉之後 但我們還是要繼續做題 就是可以繼續寫ExpoE 讓我們可以在隔天早上一開始就開始打 然後第三天就只有打四個小時 因為下午就是DevCon的閉幕 跟DevCon CTF的頒獎典禮 所以這樣算下來 一天大概 不是一場比賽大概有五十個小時 就從第一天開始打到結束 然後就很累 就是大家都沒什麼睡這樣 好 然後再來介紹一下 就是打DevCon CTF的計分方式 然後這是2018之後 因為換了主辦方 就一回合 就比賽很長嘛 有幾個 總共有二十幾個小時 然後一回合五分鐘 然後每回合會計分一次 然後是分三個部分 就是攻擊防禦跟剛才說的King of the Hill 攻擊的話是每把Flag加一分 就我們只要在任何一隊 然後我們撈到它一把Flag 然後我們攻擊總分就加一分 那防禦的話是一個Attack Defense的題目 然後它這一回合沒有被任何一隊打 才能加一分 就只要有一隊打你 跟十隊打你都一樣 都是沒有這一分 然後King of the Hill 就是它會對每一隊的答案排序 然後一二三四五名 就可以拿到十分六分三分兩分一分這樣 然後介紹一下賽前的準備 對 就我們需要做一個叫Attack Manager的東西 因為五分鐘就一個Run的 然後同時又有十幾隊在打 如果我們寫出一個Explore之後 我們要一直手動去撈Flag 然後上傳的話 一場比賽可能要 這件事情要做個幾百次之類的 所以我們就必須自動化這件事情 然後這個工具就是會自動去 把Explore跑起來 然後撈出Flag上傳 然後我們叫它叫Attack Manager 然後Binary Pature是 因為Page很麻煩 就我們可能有時候是要改ASN 然後有時候是要改Byte 就是一些Data 那我們就自己寫了一個工具 方便我們做Page 然後比賽的時候 有時候可以拿到 其他隊連到我們服務的流量 那我們就要去對這些PK做分析 然後找出其中說不定有一些是 其他隊打我們的攻擊Payload 然後我們可能去從裡面找出洞 或者是一樣拿這個Payload去打其他人 然後Page有時候 我們上傳的Page 就是我們對自己的題目的Page 可能是其他隊可以看到的 那我們就會 可能可以在裡面上Page 那其他隊如果就以為我們的Page很好 然後就複製過去 然後一樣用這個Page 那我們可能就可以直接在用這個後門 一直拿分這樣 好 然後再來要介紹我們三個題目 第一個是一個Attack Defense的題目 是今年的叫AOL 題目會很多O就是主辦方 題目主辦方就叫做O 然後這打開來就是一個X86的ELF 那我們就覺得很棒 就是我們最熟悉的東西 但我們就根本跑不起來 我們執行起來就直接失敗 然後我們看了一下 它會去讀一個這個檔案 然後但我們根本不知道它的內容是什麼 而且它是把它當一個Config去Parse 但我們看得出來它是用一個B-SEN跟FLEX 結合的語法分析器去做的 那它是一個很複雜的自動機 那我們拖進IDA Pro 然後看半天看不懂 然後我們也嘗試過用Fuzz去Fuzz 出怎樣才是正確的格式 但也失敗 那我們後來有個隊友就想到 我們這時候就上個後門 在我們自己的服務上 那我們連到我們自己的服務 然後打一個特定的字串 讓它把我們需要的Config噴回來 那我們就知道怎樣是合法的這個檔案內容 然後大概就長這樣子 是一個長得很像NGINX的Config 然後Binary跑起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動態分析這支程式了 就可以知道它在幹嘛 然後看得出來它是一個自己實作的Web Server 它支援三種功能 一個是UF 它的功能是上傳檔案 就Upload File 然後UC是Update Config 是更新我們剛才上前面提過的那個Config檔案內容 然後還有一個Get就是下載上傳的內容 然後後來我們找到一個很神奇的關鍵字 是這一題題目裡面設計的 就是在Config裡面加上一行Model OSL 那就會有神奇的事情發生 那OSL是OO Scripting Language 就是他們自己實作的 主辦方自己實作的一種程式語言 那它長得像這樣 就有一點像Python 那它有print跟可以有一些變數這樣 然後加上Model OSL之後 我們只要我們Get的檔案 符合它就會把它當OSL跑起來 所以像如果是這個內容我們下來下來 可能就會拿到一個E23 然後拿到一個AAA這樣 好 那自己實作的程式語言就很容易有很多問題 最常見就是Type Confusion 那我們就這裡講其中一個漏洞 就是其實很簡單 就是攻擊配偶就只有這樣而已 就是它第一個變數它一開始是一個字串 後來被改成數字 那這樣我們在第三行那個printA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直接Leak出來那個位置 然後那個數字是零差DayBeef 那我們這樣就可以印出零差DayBeef上面的內容 那這樣就有任意Leak 然後第四行那個A等於AAA那個字串 那就可以讓我們任意寫在零差DayBeef那個位置上寫上四個A這樣 那我們有記憶體的任意寫任意讀 那我們就自然可以打 可以拿到Show 然後這一題我們一個晚上就拿了 就寫出了五種不同的攻擊手法 然後隔天首殺 然後也是唯一 就唯一在所有隊伍裡面唯一一個 就可以打所有人的 然後這是這一題最後的分數 那這題分數我們在跟我們的勁敵PVP上 就是有拉開一點差距這樣 然後再來講一個去年蠻好玩的King of the Hill 叫Double Sync 這是去年的題目 然後它是Polygard的Show Code 就是這意思是指我們要寫一份Show Code 但是它要在不同的architecture上執行 然後這個Show Code 題目是要求我們要讓它在十三種上不同的architecture 然後我們的Show Code 如果能在越多architecture上跑起來 那就越多分 然後它的architecture有AMD64 AMD64這些比較常見的 但也有一些舊到爆 根本看都沒看過的東西 然後每一種架構我們就開始需要 就沒寫過 我們就需要去讀幾百頁的Spec 然後要找出所有架構裡面相容的instruction 然後就很困難 然後PVP他們到最後寫出了八種 他們成功串了八種 很厲害 比我們多很多 但我們hiker 就題目本身有rest condition的bug 就是我們可以找到他們執行這體的環境有這個漏洞 然後讓我們可以用這個bug 我們可以用一個process 去圍造別的process的output 所以我們最後我們這一題 我們只需要寫AMD64就夠了 就是最簡單 我們只需要寫一種Show Code 然後我們後來才發現 就是這個是主辦方不小心寫出來的bug 就像addled events的題目 他們bug都是主辦方設計的 但這一題是它不小心寫出來 然後被我們打下來的 而且我們在賽中其實一直以為他們是故意有這個洞 然後這是最後 我們中間一個截圖 然後在PVP他們最後串了八個 但他們串五個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成功用這個洞 拿到十一個octation的分數了 所以我們這一題就刷爆全場 然後再來講一個今年的題目叫DOM M也很好玩 就第二天比賽 一開始主辦方就發了一台XBOX到我們手上 然後它事先就叫我們要有一個螢幕 然後我們接起來 這就是這一題題目的畫面 然後這就是一個很古老的遊戲 中文叫毀滅戰士 然後它裡面有一個特別的東西 他們有設計 然後叫OOTiles 然後我們的目標就是 我們的角色只要能站在上面就會得分 然後站越久就得越多分 然後OOTiles就像前面這個圖這樣 然後就我們角色就需要走上去得分 但有一個限制 就是它要有正確的角色名聲才能得分 那我們一開始得不對 就是一開始給我們的Funware裡面 已經設定好一個錯誤的名字 那我們後來就是自己接了一台Raspbian在中間 然後用Man in the Middle的方式 我們篡改風包 讓我們的名字是對的 然後這之後我們就開始得分了 但前面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FPS的遊戲 那角色不能開... 那我們後來發現 就角色一開始是不能開槍的 那我們會想要開槍把其他隊伍都殺爆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 就只有我們得分 他們得不了分 那我們不知道... 然後我們就開始逆向它的... 給我們的Funware 然後從裡面找出 我們要做怎樣的... 在風包上做怎樣的Page 才能讓我們可以開槍 然後這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跟別人決鬥了這樣 然後我們還嘗試過 我們要開一個無敵的外掛 但後來發現這個Server端好像有驗 然後我們就失敗了 然後外掛打不了 那我們就沒辦法打CTF了 我們就只好改打電競了 然後還好我們有兩個 被資安當務的電競選手 就是這兩位 然後右邊的是 昨天也有上台講的 講一個NASCBA的達達 然後左邊是JeffXX 然後你們可以看這張圖 那達達看起來非常carry 就所有人都不工作了 都在看他一個人打電動 然後所有人笑得 話之萬戰的 應該就是達達打得很好這樣 然後這是達達後來告訴我的 就是有一把最強的槍 然後這是他的心得 然後他說這把槍地圖上有兩把 一把就在那個得分區旁邊 然後另外一把在一個密道裡面 但全場應該只有他知道那個密道在哪裡 所以他就一直一個人自己去走去拿那把槍 然後把全場打成智障 然後他為什麼那麼屌 因為我們在看 在逆向啊 在找瞎洞的時候 他就拿著 就把那個模擬器 XBOX的模擬器打開來 然後開始逛地圖 然後之後他就開始打爆全場 然後後來就是我們 就是他們比賽的時候我們的截圖 就是因為我們在比 我們在樓上打 我們只能看到樓下的文字轉播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换Jeff叉叉叉打的時候 他打錯了一個Pentakill 然後這是這一題最後的走勢圖 然後可以看到 就只有一隊能跟我們互相有勝負 就充分展現我們隊伍的電競實力這樣 然後接下來就換David講 他這三年打比賽的行路歷程 然後接下來就換David講 他這三年打比賽的行路歷程 然後接下來就換David講 他這三年打比賽的行路歷程 那我先來分享我們這幾年 在DevCon GTF所經歷的心酸與血淚 那雖然我們打六年比賽 那我接下來講的是最近三年 也就是從2017開始 那2017年這一年的比賽非常的特別 主辦方花了兩年的時間 去設計一套全新的Architecture Architecture一般大家熟悉的 有X86 ARM64等等 但今年的2017年的比賽 他們自己設計了一套 就是全新的Architecture 那他們叫做Clemency 那在比賽開始之前 主辦方寄了一份PDF給所有的隊伍 這一份就是Clemency 這個Architecture的Spec 有82頁 裡面詳細記載這個Architecture 裡面的就是Register 或是Instruction Set等等 那自己設計的Architecture 當然會有制定的Instruction Set 那制定的Instruction Set 沒有什麼 反正就是大部分也是我們熟悉的 像加減運算或是Move 或者是記憶體存取等等 那這個架構最特別的地方 在於他們重新定義了Byte 在這個Clemency的架構當中 一個Byte是9個bit 那這個 就官方這個Spec公佈之後 在Twitter上出現了許多有序的梗圖 其中一張是 猜猜誰會贏 85個Hacker或是9bit Byte 那右邊的截圖 就是右邊那張圖裡面就是Spec的截圖 它非常輕描地淡寫地敘述 敘述了一個Byte是9個bit 彷彿堅信非常自然 然後經過2017年經過那3天的施殺之後 我們都覺得一個Byte不是本來就9個bit嗎 再來還有我們熟知的Integer 在Clemency裡面是3個Byte 那一般Integer有LittleIndian或BigIndian LittleIndian是從低位到高位 BigIndian是從高位到低位來記錄一個Integer 在Clemency裡面他們叫MiddleIndian 先記中間再去前面再去後面 再來一個比較特別的是他們的Move instruction 我們一個Integer是27bit 所以通常一般Move的大小會跟Integer的大小一樣 但是它裡面就9個bit不夠 3個Byte不夠 還要再搞一個直出 Move是17個bit 所以當你想要Move一個Integer的時候 它會需要先改低的17bit 再改高的17bit 然後中間還會重疊 就是一個非常brainstorming的 instruction 那以上這些呢 它都在賽前24個小時才公佈 所以我們平常所熟悉的所有工具 在那一瞬間都化為烏有 並且直接把3天的比賽變成4天 就我們在前一天的expect公佈之後 我們就要開始 就開始我們的HackStone 因為我們要把所有以前所熟悉的工具 能夠apply在這個全新的architecture上面 那最重要的當然 最重要我們首先寫的工具叫IoConverter 它就是在9bit跟8bit間做一個轉換 那因為它整個價格是9bit 就是連input output 就是你imprintHelloWord的時候 HelloWord會變成9bit 所以你其實只看得懂h 就是後面全部都是爛的 那我們就要做9bit與8bit之間做轉換 才能夠有正確的Io溝通 再來還有就是要針對這個IT 去設計Dissembler跟Assembler 那這樣我們才能夠在比賽的時候 去分析它給的題目 那再來還有就是平常所熟悉的binary pressure 還有backdoor等等 然後automatic repair 就是因為畢竟24小時時間有限 我們就是開發了最core的幾個工具 那我們當時在比賽完之後 有把我們當時所寫的工具open source 並且我們把reportory命名為stoutfulshed 就是大家參加過hiker從家都知道 你比賽中寫得出來一定是一團shed 沒有測試沒有 只有什麼都沒有 然後一定一堆bug那樣子 那這一年我們最後的結果其實相當不錯 我們可以看出來我們 就是我們跟PPP是 就是在前兩名就遠高於 後面再跟第三的中國和韓國的 那我們2017年的表現 我覺得可以歸功於我們的 當時開發的工具相當完整 就是我們在前24小時 就已經盡力把說core的 需要的工具都開發好 能夠就是我們適應這套全新打kit 適應的相當不錯 那時間來到2018 2018年這一年換了主辦單位 由原本的HBS換成OO DevCon CTF原本就是五年會換是主辦單位 那2018就是剛好這個五年的交接 那OO這個 OO的成員有部分是打過CTF 但是他們大部分是沒有真的舉辦過 一場現場的CTF競賽 那第一次辦現場賽的結果呢 就是大爆炸 那去年我的整場比賽的心得 整場比賽的感想 就是這個樣子 那從頭到尾 沒有從頭到尾 但是為什麼會那麼生氣呢 因為一場Attent Defense攻防比賽 我們打不出攻擊 做不了防禦 看不到分數 然後停無死光光 沒有視座叫我睡覺 睡覺示意圖 因為我們自己也有辦過這個 許多場的現場決賽 那我們知道辦場比賽 大概有很多可能發生的問題 像是網路環境問題 或是機器資源消耗問題 我們自己也有一些經驗 那歐歐的歐歐的 歐歐他們辦比賽 完全沒有讓我們失望 把所有能夠出包的點 都出包了一遍 就是首先第一天開賽的時候 因為現場網路不同 先delay了兩個小時 然後第二天早上 居然還可以再delay兩個小時一次 然後他們第一天的防禦 所以賽斯他們決定使用Git 來上傳各隊的 就是你想要上防禦的時候 使用Git來上傳 但是你實際上跑起來之後 你每一次的push 都會condition Refuse 再來他們所有機器都不太夠力 舉個例子 當時有一題 四個Mips 題目名叫Pointless 那它是在第一天快結束的時候 放出的題目 然後我們第一天晚上 準備了三個不同的工藝腳本 準備隔天暴打一波 然後滿懷期待到了隔天 暴打一秒 事實上就是機器不夠力 我們一連線上去 它機器就掛光光 所以這幾期也不需要做防禦 反正沒有人能夠連線上去 我們後來發現這題題目名字 取得非常的巧妙 真的Pointless 那這是當年最後的結果 我們是拿了第三名 然後我們在KOH 就是Kind of the Hill 那一項特別的高分 起因於剛剛 寫了11種Architecture的學校 那個我們占了非常的多分 那時間來到今年 好 今年 因為五年一次 今年一樣是喔喔喔 所以我們抱著 不期不待不受傷害的精神 我們已經早有準備 開篩之前在讀 他們今年會delay幾個小時 那結果呢 其實出乎意料的有趣 而且他們今年的時候 非常的穩定 然後題目 題目也有剛剛提到 非常有趣 有Xbox題 那今年他們 也有很特別的iOS 他們應該是第一個 在攻防站出了iOS系列的 題目的主辦單位 還有一個 也蠻有趣的題目 那我們的表現 也很有趣 那我們的表現 總共七題的Attempt Defense 有超過有四題 是我們拿到的First By 我們拿到手札 在整個比賽五十個小時當中 我們到比賽結束前四個小時 還是冠軍 好 那結束前四小時 其實就是 就是第三天只有四個小時 然後因為第三天 會關閉那個計分板 所以這個計分板是 所有隊伍能夠看 在比賽上 就是第三天能夠看到最後的畫面 就是因為第三天之後 這個計分板是不會更新的 所以 比賽結束後 許多隊伍都以為我們冠軍 猜測我們冠軍 但實際上 作為一張我們 當時分數的走勢圖 就是 我們到 我們在第二天 還遙遙領先 然後 在第二天跟第三天的交界 就發生了一個Event 導致PVP大幅領先我們 那 那 今年我們比賽 真的維持冠軍很久 如果只看維持冠軍的總時間的話 我們應該是第一 那 一切就是直到那個 那個題目出現 然後一切就風雲變色 那 它是個 Lisp machine 它就是 Lisp 是個非常古老的 從1958年 就被發明的語言 那 Lisp machine 是 特別用來設計 跑Lisp的 computer 那這題 非常特別 就是它的 整個環境是非常特別 與其他題目不太一樣 那 細節我不想 細節 我不想多講 我不想再回憶那個題目 事實上就是 PVP有一位成員 不知道為什麼 居然可以剛好研究過 那個非常特別的Lisp machine 那他們在 這道題目總共放出 就第二天快結束的時候放出來 所以大概有 將近12個小時 那他們在 PVP那位成員 再放出兩個小時之後 就找到攻擊手法 而接下來的12個小時 只有它可以攻擊 所有隊伍沒有成功的 找到漏洞 或是成功的防禦 所以他們就靠著這題 從頭打到尾 就造就了這個 令人悲傷的事實 後來精算了一下 這一題 讓我們原本領先PVP200分 變成最後落後200分 只靠這一題 所以如果比賽早點結束 我們就會贏了 好 好 希望 2020年只要沒有Lisp Party 我們應該就能冠軍了 最後講一下我們現在有 人才招募計畫 歡迎有興趣的人加入 那 聯絡方式 就是如果你有興趣 你有實力 有興趣的話 你就應該要能夠知道 怎麼聯絡我們 所以 給一個提示是 我們即將舉辦 HECON CTF 在10月12號 14號 到14號 就是有 歡迎大家參加 然後 如果你有實力的話 你就知道怎麼透過這個比賽 聯絡到我們 謝謝大家 好 謝謝我們站隊 結束了 OK 好 我再次講一下 就是那個真的很謝謝 這幾年來很多前輩 還有那個 葉教授還有各位 夥伴支持我們 其實我們打這些比賽 就剛剛那樣講的話 我們不只是要招募年輕人 也要招募一些老人 一個題目這麼老 所以真的是 歡迎各個夥伴 那個10月的時候來打我們出賽 我們會找到你 就是你只要表現好的話 我們就找到你 我們再次掌聲鼓勵他們 好 謝謝各位